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上好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分享 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个佛教文化的角度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作为一个床椅工作者 从佛教的文化当中 能不能就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一个床椅工作者 如何在新时代来临的时候的新的挑战 我们怎么去面对 那么在这些方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大概就是有半个小时这样子的时间当中 我们可以大家交流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做交流 那么我今天主要讲的是 我想讲一讲 因为我们面对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大家有些人可能心里有点焦虑 本来就是我们的现代的生活 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业都是充满了压力 然后这个压力就是导致了很多很多问题 那么这些解决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从心理学的角度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 以及是从佛教的角度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从佛教的角度 我们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 能不能帮助到大家 主要是在这个方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么下面 今天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创意工作者 然后大家比较关注的是AI 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ChatGPT出现了以后 可能是每个人的工作 可能受到了一些冲击 然后在这个时候 可能是心理上 可能有些焦虑 还有一些矛盾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些问题 在这个方面 我想简单说一说 然后随便我们就聊一聊 这个人工智能 大家都特别地关心 我们走到哪里 很多人都问 这个人工智能 它到底会不会将来 会不会产生 像人的这个衣食 这样子 然后呢 它有没有可能自己去思考 然后呢 如果是自己思考的话 它会不会它的这个思考的能力 就超过了这个人类 然后如果就是超过了人类的话 那它会不会将来 就对这个人类 会不会带来一些宰难 那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那我想简单说一下 还有就是脑机接口 这个跟AI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当中 我们的人的这个意识 到底是我们的人的意识在起作用呢 还是我们的大脑在起作用呢 还有这个基础的它的原理是什么 那么这个我想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下面呢 最近两年非常火的这个愿宇宙 那么这三个都是比较有 相互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这个从佛教的角度 怎么看这个元宇宙这个问题 然后呢随便探一探这些方面 然后呢接下来呢 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 我们也可以交流 然后下面呢 我们的床仪跟信仰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也就是说从这个信仰的角度 能不能给我们的床仪的工作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还有就是禅丁 还有就是大自然 还有蒙 这些跟我们的创意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在这些方面呢 我想简单地就分享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 就是人工智能 它会不会产生这个意识 这个大概就是2016年 2017年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的大学的教授 UC Berkeley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是一个闹神经科学家 然后他跟我们两个 到那个Google的公司总部 去讲一个关于这个医师 还有大脑这些方面的一个课 一个江左 然后那个江左完了以后呢 就是有一个文答的一个环节 那个时候呢 就有人就问到 这个人工智能 会不会出现人类的这个意识 然后呢 我们两个当中呢 先是那个 他回答 他说 这个不太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 人类的这个意识呢 就是这么几百万年 逐步的人类的精华 然后就是大脑呢 就是精华到今天的这个程度 然后他才可能就创造出一个 这样子的人的这个意识 所以人工智能的话呢 他还没有这样子的精华 所以呢 这个不太可能 他说这不太可能 然后我也就是 那个时候就没有特别地去说 我觉得也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 从佛教的这个焦度来讲的话呢 它是有两种可能的 第一个呢 他比如说 像佛教不是讲这个前世今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的人的这个意识呢 他投胎的时候呢 实际上 他不是我们的大脑而产生的 他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上一世 另外一个这个时节 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意识啊 就是进入了这一次的 这一世的这个 这个父母的这个精卵 就是进入了这个细胞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细胞当作了自己 然后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今天的这个身体 所以他实际上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他也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外来的东西 那么所以他就不是从大脑当中产生的 从这个理论来看的话呢 那就是也有可能的 就是这样子的佛经里面也有讲 比如说有些物体 比如说有些植物 有些植物 它本来是没有意识的 没有生 没有这个人的情感的 但是呢 有些特殊的情况下 它们呢 就会产生这个人的意识 那么这个意识是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一种 就是凭什么我们讲的民间的 这样的这种附体 比如说某一个东西 附到这个人的身上 这种情况 就是有些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那人工智能 有一天 比如说一个外来的某一个这样子的意识 就是附体到 他的这个程序里面 然后呢 通过他的这个思考去操作这个程序 然后就是人类 包括就是开发这个程序的人 编这个程序的人 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思维是怎么来的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理论上是不能排除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比如说他像我们上一世的 我们的一世 就是投身到这一世的这个 这个神体当中 然后慢慢地形成一个 人的这个思考 思维 人的生命 那这种可能性呢 一般是没有的 因为他为什么呢 他就是要 他要投身的话 他就是要投身到一个像人的 就是像父母的极端 这样子当中 然后呢 他最后就变成一个神明 他本身就是这样 这种可能性是不太有的 但是呢 附体的这样子的可能性呢 是理论上这个是不能排除的 目前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这方面特别感兴趣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 就还没有一个是非常确切的答案 人工智能 他会有这个医师 还是不会有 这个到现在没有一个 非常确切的答案 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随便说一说 然后第二个这个话题呢 这个特别有意义 因为我们过去的话呢 人的意识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有一个意识 但是呢 他看不见摸不照 平时都是看不见摸不照 所以呢 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就是比如说 极端唯物主义者 他认为人 其实是没有这个意识 意识这两个字 这个名词 实际上呢 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名词 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人就只有大脑 除了大脑以外 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意识 这就是极端唯物主义者 他们的一些观点 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 都持这样子的观点 但是呢 有些人就是 他们就持这样子的观点 但是现在呢 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意识 把我们人类的这个意识呢 现在就把它数字滑 然后呢 就是偷到这个电脑的屏幕里面 以后呢 然后就是看得见 摸得着 特别有意义 这个脑机接口 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技术 它的技术是相当相当地复杂 然后非常的现金 但是它的理论是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的心里 在想 我想 动这个 坐手的时候呢 然后我心里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年头 产生了 那么产生了以后呢 大脑里面 就是有一个 这个区域 就是控制我们人的 这个坐手的运动 那么它就开始指挥人的这个坐手的脊柔 这样子以后呢 它就开始动起来了 理论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平时都是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技术是相当地厉害的 比如说它首先第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目前就有一个非常先进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通过人的意识可以打字 可以打字 然后呢 这个不需要任何的 不需要懂手指 就是心里想 然后你想打什么字 这个电脑的屏幕上就会出现 那么这个怎么来的呢 这特别有意思 实际上它大脑在这个当中 就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这是一个工具而已 这是一个工具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ABC 这样子的字 要从我们的心里 然后要输入这个电脑的时候呢 它首先要做什么 首先就是让人看这个ABC 然后呢 看到第一个A的时候呢 特别地专注 心啊 人的心 特别地专注地去 看这个A这个字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的大脑的某一个区域 它就会发出脑颠簸 然后这个脑颠簸 这个特殊的脑颠簸 用颠簸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然后记录了以后呢 然后下一次这个人 他想 这个在颠簸里面呢 他想打这个A这个字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时候 就从心里面去想这个字 A这个字 他非常专心地去想 专心地去想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脑 大脑的某一个区域 就是产生这种脑颠簸 这个之前是一样的 同一个脑颠簸 然后这个脑颠簸 电脑立即就识别出来了 然后识别出来了以后呢 他这个信息就穿到 外面的这个显示器当中 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什么呢 出现原来的这个A 这电脑的这个记录呢 就是A这个字 这个字母 跟他的这个特殊的脑颠簸 这两个对照 对照了以后呢 他就做了一个词典 这个词典当中呢 有很多很多的子 然后呢 这些全部的这个主要的创造者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时 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的这个脑 发出这样子的脑颠簸的 主要的这个原因呢 也就是我们的心 心去想A B C 然后呢 电脑呢 只不过就是记录一下 那个时候的脑颠簸而已 其他没有什么 然后下一次 他想输入这个A这个字的时候呢 然后他不懂手指 他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 这是心理想 心理想A B C 这样子的时候呢 之前在电脑里面 已经这个记录过的 这个脑颠簸 他刚才想的 他出来了 出来以后立即就识别 识别了以后 然后他心里所想的这个字 就出现在这个电脑的这个屏幕上面 它的原理就是一个这样子 那么这个当中 首先脑颠簸 产生一个这样子的脑颠簸的 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心 后面呢 又让他 这种字 又让他出现在这个屏幕上的 一个主要的力量 有失 就是我们的心 心要去想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心 意识 如果不去想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这个字 是没有办法出现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种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 它就是一个 技术是相当厉害的一个技术 就是在人的这个大脑 比如说我们的左手的这个 就是控制我们左手的肌肉的 这一块的大脑的这一块 这个区域当中呢 然后就植入了很小很小的芯片 然后呢 让它去发挥这个作用 然后呢 就是心里面 实际上这个脑 有可能已经不工作了 其他的原因 就是生病啊 各种各样的原因 脑已经不工作了 但是呢 这个芯片 它已经就代替了这个脑 那么芯片它 谁让它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呢 实际上我们的心在想 心里一想 然后芯片就开始工作了 工作了以后 最后就手开始动起来了 所以呢 现在就是有一个 特别有意义的 就是把以前我们看不见 摸不着的一个这样子的衣食 现在把它这个数字化了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看得见 我想A的时候就出来A 我想B的时候就出现B 然后呢 我想这个动一动 有手的时候呢 然后就可以动 左手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让我们明白 其实人的这个意识 在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 就是做了非常非常 它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什么呢 就说明了这个极端威武主义的 这种除了这个大脑以外 没有这个所谓的心 没有所谓的意识 这个观点就是有很大的矛盾 就是有一定的冲突了 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佛教一直都是这样子人为 当然这个技术呢 它是一个非常现金的 一个性的技术 但是呢 理论是佛经里面 尤其是在密宗里面呢 它经常都讲到这个 它说在密法里面呢 就有讲比如说 首先人要动一个这样子的黏头 然后动了这个黏头的时候呢 比如说它想动一下手指头 这个黏头 然后一参胜的时候呢 然后人体当中的气开始运动 佛经里面就叫做气 现在的脑神经科学家 它们不叫气 不管怎么样 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意思了 然后呢 动了这个 就动了念头 然后呢 它就开始让气工作 工作了以后呢 气流就让我们的这个大脑 然后这个手就动起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 跟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平时不太忠实 我们的这个七星冬年 然后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外在的很多东西呢 我们非常的关注 然后我们自己的七星冬年 其实是不是很不太在乎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的七星冬年 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如果是心存三年 这样子的话 就会有一些争眠的帮助 然后呢 就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烦恼 尤其是邪恶的念头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这个是这个基数 就是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 这也是我们就随便说一说 然后下面呢 第三个这个话题呢 就是元宇宙 这三个话题都是 相互之间都是有一定的联系 那么元宇宙这两年非常非常的活 然后呢 各行各业里面也在涌 有些人呢 开始涌了 但是呢 还真正还不知道什么是元宇宙 这种情况也有 那么 这元宇宙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的基数 有是这个非常贤金的 这个基数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的世界 然后这个虚拟的世界 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呢 人就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去工作 还有就是一部分的生活等等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跟佛教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这里可以看看佛教将尔敌 尔敌是什么 是生以敌和世俗敌 这两个是佛经里面的两个词 那么世俗敌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眼耳鼻思神 感官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叫做世俗敌 然后呢 我们的感官 看不到的一个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世界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感官是看不见的 但是呢 它也是存在的 那么这两个这个真和家 两个世界是平行的 两个世界都是平行的 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然后同时呢 也有一个虚拟的世界 就这么两个世界 然后呢 这两个世界 首先这个渊宇宙 这个第一次提出来的 就是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科幻小说 一个叫做《学崩》 这样子的科幻小说当中出现的 那么这些观念 有可能是来自于佛学 这个我不太知道 这个人的悲经 但是可以推测 另外一个是黑客帝国 这个黑客帝国里面讲的这个世界 电脑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的世界 和真实世界 实际上 跟这个元宇宙 是完全是相同的 那么黑客帝国的这个导演 两兄弟 那他们是有一定的 这个佛教的背经 有佛教背经 然后他们 当他们派这个黑客帝国 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男主角 就叫李遥 让他看了很多 就关于这方面的书 让他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 所以呢 它是由佛教的这个背经 然后呢 这个我们这样子推测的话呢 那么这个虚拟 他这个导演 也是有可能是 有这个佛教的背经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他们时间也就是差不多 所以呢 这个都是完全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佛教的一个观念 然后呢 把它变成这个现代的科幻小说 科幻电影 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 佛经里面的一个意思 那么 这个雪崩 或者是这个黑客帝国 里面讲的一个真实的世界 和一个虚拟的世界 在平心 两个都在平心 那么 这元宇宙讲的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佛经讲的 圣移地和世俗地 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 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例子呢 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呢 比如说 他在梦里面看到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梦的这个现象 但是呢 他在 他在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 但是呢 对做梦的人来说呢 那 在梦里面 这些都是存在的 所以这两个世界 不存在和存在 真实和虚拟的两个世界 实际上是平心的 两个都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就像这个金刚经 里面讲的 一切有为法 有为法是什么呢 就是万事万物 一切的万事万物 那么都是如梦幻刨阴 如梦 如刨 如阴 那么他就是说 这个世界 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呢 看起来是一个 非常真实的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没有深入地 去观察的话呢 就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 倒四为止 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他 虽然他的本质 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但是他的这种虚拟实际的 这个射击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是天意无缝 任何一个人都感觉不到 他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 就是有这么多的 人类历史上有这么多的 了不起的这些人 那他们都没有感觉到 没有发觉到 这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大家都认为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所以 如果没有这种 这种佛学的这种思路 思考的方式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一般都是很难察觉到 但实际上呢 我们的 如果我们就是有这个思路 有这种思维的方式的话呢 然后稍微观察一下 就是一点都不难 我们立即就知道 它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 这个一朵花 我们看起来 它是红色 绿色 然后这个绿色 绿叶子 这一个绿叶子 我们比如说把它放在 这个杯子的后面 那个时候呢 大家说这个叶子 它是不是还是绿色呢 我想可能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就会说 它仍然是绿色 它在这个插杯 这个杯子的背后 和我们把这个杯子 拉开了以后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绿色的 绿色的这个叶子 然后呢把它当住了以后呢 当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绿色呢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它已然是绿色 但是不是 它不是绿色 当它在这个杯子的后面的时候呢 然后它就不是绿色了 那它不是绿色是什么呢 它是没有颜色 这个时候 然后呢 只是我们把它拉开了以后呢 这个就变成了这个绿色了 然后放在这个后面的时候呢 有一击 它又不是绿色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比如说 当我们的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呢 它是有颜色的 如果把衣服脱下来 放在衣柜里面 把门关上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那衣服那个时候有没有颜色呢 那个时候衣服是没有颜色的 没有颜色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特别有意义的 这是真实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 但是在日常当中 我们这个是很难接受 但是呢 这是事实 这个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 去拒绝 是这样子 但是佛经里面呢 都一直都是这种态度 这个我们的外面的这个世界 就是五颜六色的这个世界 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我们自己的感官 是我们的 这个眼耳鼻似神 他创造出来的 所以就外面呢 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世界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铝色 铝颜色的这个叶子 它就是叫做施属地 它是虚拟的 它是不存在的 然后呢 没有颜色的这个 没有颜色的这个 这个叶子 植物 那么相比之下呢 它是比较真实的 这个因为 它的就比较靠近它的 在客观上 它是存在的 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 我们进一步去思考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非常 有一个很光阔的一个空间 我们去思考 那么这些思考呢 其实都是属于哲学 也属于这个佛教的哲学 西方人呢 把佛教就分成三个 佛教的内容呢 就分成三个部分 其中的一个叫做 这个佛教的宗教 比如说佛教里面有很多 念经啊 供佛呀 还有磕头啊 等等啊 这个都叫做佛教的宗教 然后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一类的 这些关联 这个就叫做佛教的哲学 然后就是佛教里面 有很多像真言 禅丁 这样子的 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内容 那么这个呢 就叫做佛教的科学 所以他们呢 把佛教分成这样子 三个部分 那么其中的有一些 确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确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都是很有帮助 那么这些呢 对我们的现实的 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确实是有意义 如果是深入地去思考的话 我们会知道 我们活在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当中 包括我们自己 到底我们自己的本质 又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都有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答案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但是呢 因为我们今天 这个时间的关系 这个就不张开讲 大家如果自己 甘兴趣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地 去了解 我觉得这个呢 这些都是跟信仰 没有任何的关系 虽然是一个 佛教里面的一个观点 但是这个跟佛教的信仰 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说有信仰的人 他也可以去学习 可以去思考 然后就是没有任何信仰的 一个无身论子 或者一个唯物论子 他同样也可以去思考 这些问题 然后就是有其他的信仰 比如说像这个基督的信仰等等 有这样子的信仰的人 他也可以去这个思考 思考了以后呢 如果大家的这个思考 都是比较客观 这样子的话 那得出的结论呢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觉得特别有意义 这样子简单地介绍一下 下面呢 我们可能是大家比较 关注的就是这个床椅 这样子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突然间 大家比较关注这个床椅的工作呢 就是因为这个出现了这个CHAT-GPT以后呢 然后就是因为它就替代了很多很多人的工作 这样子以后呢 很多人就比较焦虑 是不是以后我们是不是就没有用了 是不是我们的工作都是不是被它抢走了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想啊 这个是永远都是不太可能的 为什么呢 可以从一个角度去看 因为我们人不断地可以创新 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新的 这样子的这个艺术呀 宗教啊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观念 那CHAT-GPT它是没有这个人的意识 它只能就是我们人类先有的这些资料当中呢 它就可以云算 云算出一个结果 然后呢 这就是它的这个床椅 但是呢 它没有像人这样子的相相理 所以呢 人脑或者是我们人的这个意识呢 它可以不断地 尤其是它在某种情况下 它有非常神奇的这个床椅的能力 这个它是不具备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首先将信仰跟这个床椅 信仰跟床椅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是不是所有的床椅都跟信仰有关系呢 这个当然不是 但是呢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信仰对这个人的床椅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以前我老家叫做这个炉霍 那那个地方呢 就到现在就有一个花花的这个花牌 叫做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人 一个就一个花师 叫做这个南卡杰 那现在呢 这是一个汤卡的一个品牌 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个品牌 南卡杰 是那个花师它本人的名字 那么 他小的时候呢 只有他跟他母亲两个人生活 然后呢 家庭条件非常非常地差 非常地贫穷 然后呢 他的母亲呢 让他去学花花 花汤卡 然后呢 让他去学习 然后呢 招了很多的花家 跟了很多的花家 很多的老师去学 但是呢 他确实是学不出来 然后呢 他的老师就最后就是说 你可能是没有办法了 这个花花可能是对你没有任何的 看起来就可能是没有任何的 这方面的因缘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还不如去做点其他的事情 这样子以后呢 老师也就让他回家了 他没办法 情况下 他就回家了 那么回家了以后呢 回家以后他干什么呢 没有什么事情做了 他就去放牛 放牛 那放牛的时候呢 有一天 他在山上这个放牛的时候呢 突然间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下暴雨 然后他就在一个 然后呢 这个雨停了以后呢 就是蓝天 然后这个阳光也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呢 一下子就蓝天就出来了 蓝天摆云 那这个阳光也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整个这个环境就变得一个非常 非常有美的环境 然后他就睡着了 这个时候 睡着了以后呢 他在梦里面 他就是梦里面 我下面讲的梦与床椅和 这个信仰跟这个床椅 这样一起讲 那么他就梦到了什么呢 他就梦到了一个这个莲花生大事 莲花生大事 我想你们可能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就是在那个 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就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他是一个密法的 密宗的一个传播者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看到了 他在梦里面就看到了这个 莲花生大事 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就出现在 在他的面前 然后他突然间新过来了 新过来了以后呢 他当时的这个莲花生大事的 那个整个的这个乡毛 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然后他立即 旁边有一个石头 然后呢 在这个石头上面呢 他把他看到的这个就画下来 然后他就是突然间画得特别的特别好 然后呢 非常的高兴 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午 正好中午 然后呢 他就把几头牛 他有一几头牛 他把牛干回 就特别高兴 就中午就干回去 回家 一般方牛就是晚上才回去 中午是不可能回去的 那他的母亲就说 你怎么中午就回来了呢 他说 他说我有花花的能力了 我就会学这个花花 然后他们俩很贫穷 因为那个唐卡呢 就需要这个花 唐卡呢 需要布 布料 在布料上面花 然后他们有一个 这个非常颇旧的一个 这个布料的帐篷 布的帐篷 然后呢 他把这个布的这个帐篷上面呢 就撕下了一块 剪下来了一块 然后在这个上面就开始花花 然后呢 就突然间有一个这样子的床 床艺 然后从此以后呢 他就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学习 然后从此以后 他就会画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唐卡 那到现在 就是在这一个 这个地方啊 到现在几百 大概就是两百多年了 到现在没有一个人 是超过他的这个画画 他在各个地方都花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唐卡 他每一次去画一个唐卡的时候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唐卡 他在这个上面呢 一定要画一个莲花生大师 哪怕是这个 他比如说去 邀请他去画画的这个 私缘也好 个人也好 他本人没有这样子的需求 他得要画一个莲花生大师 哪怕是很小的一个莲花生大师 他都要画上 因为他的这个床椅啊 床座 是从莲花生大师开始的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呢 信仰就是一个特别的奇怪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我再讲讲这个下面的蒙 一个蒙与这个床椅 然后有一个小孩 现在都已经不是小孩了 现在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当他读小学的时候 就是小学三年级大概 那个时候呢 有一天 他跟平时一样 在这个学生的书室里面 就是水掌 然后呢 他晚上做了一个蒙 一个蒙 他就他自己在一个 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草原上 蓝天白云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花 野花 然后呢 有特别特别这个好听的 鸟娇的声音 他就来到了一个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这个草原上 然后呢 原处呢 来了两个人 那两个人呢 就是一个古代的这个士兵 身上就是铠甲 然后呢 就是还有那个古人 古代的士兵 用的这些 这个弓 尖等等 就是身上就是有这些东西 然后就走来了两个人 那到了他跟前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就 他特别地害怕 就来了这样子 从来都没看到的两个人 然后呢 他特别害怕 然后他们 把这个小孩抓走了 那走了很远很远很远以后呢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然后呢 走了很远以后呢 他就到了另外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一个城堡 也是一个很早很早以前的这个城堡 然后呢 这个周边呢 也是一些一个城市 一个小城 一个小城城 中间就是一个城堡 然后这个小城市的这个街道上呢 有很多很多这个骑马的 古代的这些士兵 就一群一群的 就非常匆匆忙忙的走来走去 然后呢 整个街道啊 全部都是一些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 他们两个呢 把这个小孩啊 就带到这个城堡里面 就上了几层楼 几层楼以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是他们两个 就是往上 就喊 说 我们要照的人 我们要照的人 照到了 我们已经带来了 然后呢 这个里面就是 就 就 他们两个往上 这样子喊话 然后呢 其中的有一个人 就是去 纳了一个 这个 藏文的佛经 这样子的 长条的 这个 这个 长条的 这个 这个金函 然后 就让这个小孩 要把他吞下去 那 那这小孩就特别特别地 害怕 他怎么能够吞得下 这么大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金函呢 特别害怕 然后 其中有一个人 强制性地 就把这个 有几个 这个佛经 金函 这么大的金函 就 塞在这个塔 他嘴巴里面 他就吞下去了 然后呢 这个就出来了一个 无心的 也看不到的一个声音 他说 这个 让他 带回去 然后 这个时候 正好他要回去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个 彩虹 这个彩虹 就是 就 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 这个彩虹的 这一头呢 正好就是在 他的脚底下 然后 这两个人呢 就是把 准备把这个小孩 送回去的时候呢 他左脚 一踩到这个 这个彩虹上面的时候呢 然后 就 他的老师 就在敲门 亲过来了 因为所有的这个 这个 学生 都去上课 都去吃早餐了 然后他就睡着了 那么 老师来 这个 敲他的门 就新过来了 那么新过来了以后呢 他就 就是 特别的 这个 这个 肚子里面呢 就确实是 就晒得满满的 这种感觉 特别的 不舒服 他就到了 那个 他们的学校的 那个八子 上面呢 有一个乒乓球 他就到 那个乒乓球的上面 去坐着 然后 也没有去 吃饭 他也不想吃 这个 就 刚才他就梦到了 吃下去的这种 惊憨 然后就感觉 肚子里面很沉 这样子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一个人 静静待在那个时候呢 他的眼前就是出现了 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的 这个 古代的这些石兵啊 还有就是很多的字啊 很多东西出来了 那么 出来了以后呢 他就 就特别的 就是身体也很难受 他就想 想突出来 或者是他 他把这个事情 想说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等老师来了 你怎么不去吃早餐呢 你是不是不舒服了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事情 就给老师讲了 那老师说了 你想说什么呢 你说出来 给我听听啊 然后他就说出来 说出来了以后呢 然后全部都是什么呢 全部都是 葛萨王的这个石格 葛萨王的石格 然后呢 他就到现在 已经就是藏出来 自己主动藏出来 然后呢 都有几十本 几十本 这个葛萨王的这个石格 那么后来就是很多的 包括这个 很多的那个学者 都去考察了 研究了 他到底是个 是个什么回事 是不是真的 后来确实是这样子 他的老师 还有所有人都 证明 他这个确实是 之前他根本就不懂这些 然后就做了一个梦 以后呢 然后他就 主动地就 就讲出 套套不绝地就讲出这么多的 葛萨王的这个石格 那么这又是一个床衣 那这个床衣 这个切特级比迪 它能做得到吗 它不可能 永远都不可能的 然后呢 像刚才这个莲花山大石的 这种辉华 它这个机器人能做吗 这个永远都不可能的 所以呢 人有信仰 人有意识 所以呢 有信仰 有意识 这样子的话呢 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奇迹 当然这个奇迹 不一定每个人的身上都会发生 实际上就是有这样子 所以呢 人就有这样子的 特殊的这个能力 去可以不断地去 这个创作新的东西 所以呢 我想这个信仰 还有太多太多 这一类的这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我们就简单 就是说这么两个 那人在这个当中是可以 有信仰 有梦 这样子他就在这个当中 可以创作出很多新的东西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禅丁 在禅丁当中呢 最最最容易 就是得到一些非常好的床医 完全是有可能 在这个当中 做出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这个真的是这样子 这为什么 这原理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平时啊 就是人在 没有在这个禅丁当中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年头 各种各样的扎年 扎年满天飞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心要转注 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在禅丁当中啊 就在这个禅丁当中呢 那么这些扎年呢 基本上就没有了 然后呢 人的心就非常的平静 那么人的心 一旦人的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 它可以非常非常 人的心变得非常的敏锐 然后呢 这灵明度是相当相当的高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它的香香梨 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么这个CAT-GPT 它是没有的 这是人才有 它没有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禅丁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人一定会 就会 创造出一些非常非常 了不起的这个作品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大自然 就是所有 创意工作者 要接近大自然 越是接近大自然 就越会有一些 这个创意 创作的能力 一定会出现的 比如说 我们到某个地方去 看一座雪山 精精地坐在这个山脚下 看看这个雪山 就这么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心里突然间 就是出现了一个 完全没有想到的 一个意外的 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床衣 会出现 那么还有一个 比如说 有些时候呢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看 只看蓝天 就看蓝天 然后心静下来了以后呢 然后 我们的心 跟这个外面的 天空 就是 似乎就是 融入一起 就是似乎就 仿佛分不开一样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当中 就会出现 很多的 这个 床衣 这个也有可能了 还有就是 打海 还有各种各样的 反正这些 都是 非常有可能的 这个都是人的 人才有 这个人才有 切地GPT 它是不可能有这些了 它只能 就是已经拥有的 这些素材 当中 云酸 然后呢 就 就是 就 挥花呀 挥大问题呀 它只能做这些了 那 人脑 跟这个人的意识呢 在这样子的 特殊的情况下 它有特殊的 这个 本能 那这个是 GPT 它永远都不会有的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个就 不需要担心 当然 比如说 一些 一些比较 比较地级的 或者是 比较打中化的 比较简单的 一些设计 宝庄的设计 等等等等 一些各种各样的设计 有可能让它去做 那有可能更好 那搞短的 特别有创意的 特别有意义的东西呢 然后人去 这个 创造 那这样子就 说不定更好一些 还有一个呢 这是一个 一个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它就是 让人 逼着我们 去 寻找 更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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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 它可以 创造作品 就是有可能 它有可能 如果没有这东西的话呢 那可能有可能 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 这个水平上 突破不了 那有了 因为很多东西 它做了以后呢 人得想办法 要去思考 更好的东西 更有意义的 这个 这个 创意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有可能 这个以后呢 可能是比较低短的 这些 这个 这个 创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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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去做 然后呢 搞短的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 价值的 这些呢 用人去做 那这样子以后呢 也有可能 这个 让一些我们 创造工作者 也有可能 是一个 一个机会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让 强制心地 让你去学习 这样以后呢 就是更加地 有些突破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个 好像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坏事 对一个 创意的工作者来说 可能也不是一个 坏事 所以呢 它以后的话呢 可能是从 信仰的角度 从禅丁的角度 从大自然的角度 各方面去寻找 更好的 这个 床椅 人是完全是 可以做得到的 恰的 即比的 它做不到 所以呢 我想 这个我们 就是 这个 床椅 它的 渠道 是 很多的 有些渠道 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神奇 非常的神奇 所以 就人 比如说 你有信仰 什么样的信仰 都可以 或者是 你去学 禅丁 就在这个 禅丁当中 去寻找 这个 床椅 还有就是 去旅行 靠近大自然 这样子 还有就是 梦 梦当中 我们也可以 关注一下梦 梦也有 梦的修法 那个 西藏 《堵王经》 里面呢 有专门的 这个梦的修法 现在 西方人呢 他们也就 开始 很早以前 就已经在用了 那么他们呢 这个梦的 这个梦的修法 有很多很多的层次 那么这个 前面的一些 比较前线的 这些东西呢 西方的人 他们用得不错 用得不错 这个都已经 好多好多年前 就在用 然后呢 可以 人的梦 是可以改变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 可以张孔的 这个都是有方法 如果是学一点 这样子的方法 然后呢 梦跟床椅结合 这样子的话呢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之前 都是没有去尝试过的 床椅 说不定这些床椅呢 更假的 就是 这个切的GPT 比你有更好的床椅 这个都有可能了 所以我想 下一步的 这个床椅工作者的 这个床椅的能力 可能有可能是 往这个方面去想 梦 大自然 禅丁 信仰 还有什么呢 大家也可以去想 这些当中 获得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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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 那就是 跟普通的 这个 就平时 我们在日常当中 去 去想想的 想出来的 东西 是完全是不一样 档次是不一样 意义也是 也是 也是不一样 所以 我觉得 这个 不一定是一个坏事 这个有可能 可能我们的床椅 工作者 有可能 可能还要跟上一层楼了 就是因为有了 这个 切的GPT的 这个 出现 然后呢 就有可能 就跟上一层楼 都有可能 所以 以后的话 我觉得 往这个方面 去思考的话 可能有可能 会有一些 更好的 方法 这个是我们 在前面 就给大家 简单地 就提 就建议 那么 下面呢 我们 去 这个就不用讲了 下面呢 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 禅修 如果我们到禅修里面 去 这个 寻找 床椅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 我们平时 也会有一些 焦虑 比如说 这个工作压力 等等 等等 焦虑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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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然 打雾 或者是突然间 就是会 想到 就是 之前根本没有 想到过 想到过的 这个事情 都有可能 但是呢 平时的话呢 这个 这个 焦虑 抑郁 这些呢 要 要 要处理 要 要 要 解决 否则的话呢 这个 对 心生 都 不 离 那么 解决的 方法 当然有 很多不同的 解决方法 但其中 有一个是 非常的 有效 那 这个 就是 禅修 这个 今天 全世界 全世界 工人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 科学的 依据 数据 这些都是有 所以呢 这个 一点都不需要 担心 它到底有没有用 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一定绝对会有用的 所以 就是 这个 这个禅修呢 它一方面 我们刚刚讲到的 一方面 它在这个禅修当中 我们可以获得 非常高端的 这样子的 这个 床医 床座的能力 另外一个呢 它也可以让我们 心生健康 还有就是 解决 焦虑 抑郁 这样子 那么这个 简单给大家 介绍一下 然后呢 就是 如果 大家自己 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下一次 可以用 那首先 这个 佛教的 这个 禅修 它的姿识呢 身体的姿识 就是有这么 七个 一个呢 第一个 攀腿 然后呢 攀腿在我们 佛教里面 有双攀 单攀 这样子的说法 那这个双攀呢 攀起来 腿比较 比较难 就是几分钟以后呢 如果是 之前没有 没有攀腿 的话 就 腿疼 可能是 很难受 所以呢 就不需要 这个 双攀 胆攀也可以 如果是 实在是 不行的话 那 不攀 推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尽量攀 第一 然后 手 手 解定 就是这个意思 就 这个 左手 放下面 右手 放在上面 然后两个 大拇 这样子 碰头 我们可以看 这个是一个 很标准的 一个佛教的 禅秀的图片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一个姿势 然后 这样子 然后 这个手 就放在 这个 肚脐下面的 四个手指 除 放在这儿 第二 第三的话 就是身体 要 正直 就是不能 往左 往右 挨直 然后 第四的话 就是两个胳膊 就是要这样子 张开 不能这样子 张开 张开了以后 肩膀 后面的肌肉 都是一个 放松的状态 所以 时间比较久 也不会 不舒服 所以就是 要这样子 张开 然后 经不虐妇 就是头 稍微往前 低 大概就这样子 稍微往前 低头 然后 目视必见 有些时候 我们就 看前面的 某一个东西 这样都有可能 但是 如果就没有 这样子的要求的话 通常 就是眼睛 就往下看 鼻尖 也并不是说 一定要看到鼻尖 就往这个方向 往下看 眼睛是 半鼻的状态 半鼻的状态 这个 眼睛 就很多人 就是大左的时候 就喜欢 比着眼睛 大左 但是这个 不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所以呢 不能 比着眼睛 半鼻的状态 就可以了 往下看 大概这样子 半鼻状态 舌头 低着伤恶 舌头 就是低着 伤恶的 牙齿的 牙根 这个地方 舌头 放在这儿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的口墙里面 口墙里面的 分泌物 就不会很多 就是口水 不会很多 这样子以后 不会很多 那如果是 这个大左的时候 不这样子的话呢 口墙里面的 口水多 然后呢 一会儿就要 吞这个口水 这个就会 会打左 会有一点点的 影响 会有一点点影响 所以呢 舌头 就是 放在这个 伤恶的 牙齿的 牙根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口水 就会 会少一些 时间长了 也会 少一些 就是主要是 祈祷 为了祈祷 这样子的 作用 那这七个 叫什么呢 叫这个 披鲁七法 披鲁七法 披鲁是什么呢 披鲁就是 披鲁哲拿佛 就是一个佛的 名字 然后七法 就是说 披鲁哲拿佛 就是我们现在 这种姿势呢 就是披鲁着 那佛的姿势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 粘开地讲 因为这样子 身体短正的话 我们的心 就比较容易 静下来 所以尤其是 开始打左的时候呢 这样子打左是 非常好的 然后时间的话呢 就是 十分钟 大概就是十分钟 或者是五分钟也可以 就是五分钟和十分钟 作为这个起点 然后慢慢慢慢就是 可以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都可以 如果是 不太适合 就长期打坐 那就十分钟 十五分钟 就可以了 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打坐 具体的方法 是什么呢 打坐的具体的方法 就是下面 有三个方法 一二三 就这三个 这三个方法 我们就毁了以后 毁坐了以后 基本上简单的禅修 就毁了 从此以后 自己就可以打坐了 首先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叫做 后面的这三个 这个词 就是一个佛经里面的 一个书语 安住心 安住心 安住心是什么意思呢 就前面讲 把这个我们翻译成 我们现代人的语言 以后呢 就叫什么呢 叫赚注目标 赚注目标 那赚注什么样的目标呢 赚注什么样的目标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 如果比如说 你自己本身就是有 有佛教的这个信仰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看佛像 看佛像 因为这个佛像的这个 面 这个面孔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祥的 慈祥的面孔 所以呢 看着这个佛像 就是心里慢慢地 就所有的焦虑 所有的抑郁 就看佛像就 自然就会 会消失的 日本就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做法 很多人 就是不开心的时候 就到庙里面去 看这个佛像 但是日本的庙里面呢 没有太多的佛像 不像我们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这样 它一般没有太多的佛像 就是受到这个禅宗的影响 不会有太多佛像 但是呢 还是也不是完全没有 那么人就坐在这个佛像的前面 然后两只眼睛呢 看这个佛像的这个地方 美间 这里 然后呢 有些时候呢 我们看整个的面部 整个的面部 那很多时候呢 两个眼睛就专注在这个佛像的美间 两个眼睛就不动 专注在 顶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同时 心里的所有的念头 过去的 未来的所有的念头 全部放下来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 就清空 清空 就像我们的这个电脑的这个垃圾箱里面的所有东西 不要的文件全部清空了一样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念头啊 好的不好的全部清空 然后在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当中 看着这个佛像 心里什么都不像 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禅修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他不想看这个佛像 不想看佛像 没有佛像 佛教的这个 形养 或者是不想看佛像 那怎么办呢 那就不一定要看佛像 看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可以的 看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 比如说 他可以看 这是一个普通的 就是一张画 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 就是把我们看前面的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 就把眼睛看在一个 一个举角在一个某一个垫上面 然后就是尽量地不扎眼 尽量地这个眼球尽量地不懂 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是一定要看佛像 但是呢 如果能解手 能看佛像 那看佛像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它是一个基督角度这样子 那当然它也可以看这个基督 这也是可以的 它也可以看这个十字架 也可以看十字架 都可以 如果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信仰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任何一个东西 比如说一只臂放在前面 然后我两只眼睛就定在这个 一只臂上面 也是可以 都可以的 最主要的就是眼睛看一个点 然后心也就专注在这个点上面 然后心不懂 心不懂的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去想过去的事情 也不去想未来的事情 就全部清空 清空了以后呢 就会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 人就完全可以极度地放松 极度放松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一旦进入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这个状态当中啊 它是没有焦虑的 没有焦虑 没有异欲 这个里面呢 这个状态 这个世界 简单说 这个世界 它就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世界 它跟我们的外面的这个虚空 是一样的 特别的光阔 然后就是非常的纯洁 很宁静 很清净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那进入了这个状态 然后你出来了以后呢 很多的焦虑 很多的这些烦恼 这个时候出来了以后呢 就是 就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了啊 但是呢 它就已经下降到 就一定的这个程度 然后再去打坐 再去这样子训练 这样以后呢 就逐步逐步的这些烦恼呢 慢慢慢慢就没有了 我们任何一个东西呢 都要到源头上去看 比如说 比如说有些人 他有莫名其妙的 这个一些感觉 比如说有些人呢 就莫名其妙的 特别特别的怕 怕什么呢 怕水 看到河流 就特别的紧张 或者是有些莫名其妙的 恐搞症等等 或者是某一个颜色 红色呀绿色 特别的害怕等等 那么这些 我们也不知道 它是什么原因 那这种情况下 他去催眠 那在催眠的状态当中呢 他就知道了 这个源头就照到了 有可能 他是这一生 小孩 婴儿的时候 有可能他是上一生 什么时候 就是就受到了 一个心理床伤 那么就是因为 这个心理床伤 现在虽然 它是怎么来的 都不知道 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 但是呢 这个 这个床伤的力量 还在 但是呢 这样子催眠了以后呢 就照到了源头的时候呢 一回来以后呢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从此以后 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 催眠的小国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刚才 这个禅修呢 它不是催眠 但是呢 通过我们自己的方法 去进入了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呢 实际上在佛经里面 讲什么呢 佛经里面就讲 这个叫做 这有一个名词 这叫做阿赖耶使 阿赖耶是什么意思呢 又是一个 印度的梵文里面的一个词 意思呢 简单说的话呢 它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意识 意识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它的最最最低层 最低层 就叫做阿赖耶使 那么我们 平时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思考啊 焦虑啊 高兴啊 那这些都是 不是我们的意识的 这个底层的翻译啊 它是一个 伤短的 一个表面的一个活动 心理活动 那现在呢 就进入了这个 最低层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低层 是如如不懂的 比如说 大海 就是海绵 波涛汹涌的时候啊 海地 是不懂的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我们的心 当我们非常愤怒的时候 非常焦虑的时候 也就是 我们的心的表面 是这样子 但是呢 它的深处 地层 基础 这些上面 是没有这些焦虑的 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 巡联的话呢 我们不知道 怎么去进入这个状态 那么 通过刚才的这种方法 就是 逐步逐步地 会自己 主动地 进入这个 非常平静的 这个状态当中 那么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做禅修 简单的禅修 那这里面呢 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 在这个当中呢 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就 能够找到 非常好的 这个 床椅 而且在这个当中 这个 找到的这个 床椅呢 有可能是 与众不同的 特别有意义的 不是这种 大中华 大家都知道的 不是这种 有可能是 与众不同的 真的是有 非常非常 有艺术价值的 这样子的传译 它有可能得到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它可以滑解 我们的焦虑 然后就是 遗余 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 特别有意义 那么 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 暗竹 暗竹行 这是第一个 简单说 这是专注目标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叫什么呢 叫 虚竹心 虚竹心 虚竹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 不仅是进入了一个 特别好的状态吗 那现在就是要坚持 虚就是继续 继续这个状态 就这意思 那么这个 我们翻译了 现代的语言的话 那就叫什么呢 叫 维持状态 就是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尽量地把这个状态 延续下去 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呢 尽量地这个时间延长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然后第三个方法呢 叫什么呢 叫解逐性 解逐性 解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解就是了解 了解 了解的意思 那了解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大佐 就是尽量地延长 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就是 才刚刚开始大佐 所以呢 这个时间再努力 也不会很久 有可能是几秒钟 十秒钟 十五秒钟 一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心 它就会泡掉 它不会在这个专注 不会在这个目标上 它一定会忽视软向 要不它就想 去想过去 未来啊 那这样子 它一定会走深 它一定会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这儿有一个图 大家看看这个图 就是有一个人 刚刚大佐的时候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他虽然身体的姿势 是非常的标准 但是他心里想什么呢 想点子邮件 想这个时间 多几点了呀 然后电脑上的很多 工作上的事情呢 还有他以前或者是未来的旅游啊 度假啊 等等等等的 慢脑子 全部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要静下来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 不容易 但是必须要知道 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正常的现象 所有的人开始大佐的时候呢 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一定要知道 当我大佐的时候呢 那个前期大佐就是这样子 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杂念 不可能一下子就静下来 这不可能 但是呢 就是在这个杂念当中 各种各样的杂念当中 我要去寻找 宁静 只能这样子 那有很多的杂念出来了 但是这个不要死亡 对自己不要死亡 以后不会这样子的 就越来越好的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但是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一定要过这个观 这个观一定要过 就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 思想准备 这个相当地重要 所以呢 我们第二个这个阶段 虽然这个持续 积蓄 但是呢 积蓄不了很长时间 它一定会走神的 那么走神的时候呢 一定要当下就要知道 了解 我已经走神了 所以这个结这个字 就这个意思 结主心 就是当下要知道 要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 我现在已经不再打坐了 我现在已经是在 已经是在忽思乱想了 那这个一定要了解 了解了以后呢 了解了以后怎么办呢 前面就讲了 拉回目标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把立即 把我们的心拉回来 然后它又转逐 前面的这个目标 让它就在这个目标上面 顶着 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这三个的这个循环 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子 一个 专注目标 二个 尽量地 维持状态 三个 它出去了以后呢 立即就要了解 然后呢 马上拉回来 继续专注这个目标 这样子循环 那么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做禅修 开始的时候呢 很糟糕的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图 里面一样 就是慢脑子 都是这些东西 但是呢 不可能一直都是这样子 它会越来越好的 越来越好 那这叫做这个禅修 我们 就是因为这个 Chet GPT的原因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 发生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原因也好 反正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理啊 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 就是现代的这个生活 它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 充满了压力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没办法 就只有这样子 卷得相当相当地严重 但是也没办法 那只有自己去想办法 去解决自己心理问题 只有这样子 那么 这个就是一个禅修的过程 那么后面呢 还有很多过程 但是这些我们先 暂时是用不上 现在暂时呢 第一 第二 第三 一共是有九个方法 那九个方法的 后面的六个呢 我们暂时是用不上的 先用这千面的三个就够了 那这样以后呢 先静下来 静下来 这个当中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很多的焦虑啊 很多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呢 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 那这个在西方 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啊 那通过这种禅修的方法 去这个 划解自己的焦虑了以后呢 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跟踪的这个调查 然后就过去了三年以后啊 再去这个调查的时候呢 这些人依然是这个健康的 开心的 就是三年前通过这个禅修 解决了自己的焦虑 然后三年之后呢 他依然是保持这样子的状态了 但如果不是参修的话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一天两天以后呢 有开始烦恼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定是非常有用的 作为一个床椅工作者啊 这是一定一定是一定要有的 不能缺少的 艺术家也是啊 反正就是设计师 艺术家这一类的 需要创新的这种人啊 没有禅丁寺 真的是做不出很好的作品的 就是禅丁 就是心经下来了以后呢 然后些石 花滑 还有就是这个空间的设计 等等等等啊 这些东西呢 真的是就是有些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从哪里出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床椅 都是这样子 所以 那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床椅的这个床 这个作品呢 都是大通效益 就是都是跟大家差不多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切的GPT出来了以后呢 就不让我们干这样子 大家都能做的这个事情了 那既然不能做 那就是去追求更高的 这个床椅 那不就是更好了吗 所以就没必要焦虑 好 这个就是一个禅秀的方法 那么因为今天我们实践的这个关系啊 这个禅秀的具体的很多方法呢 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大家真的想这个 想禅秀的话呢 那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就是有诗篇啊 有书都有了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些方面 都是同书于懂的 就是一个刚刚这个学习的人啊 他们都会听得懂 都会用得少 就是用得都是非常非常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 都能够听得懂的一个这样子的语言 通过这样子的语言 通过这样子的表达的方式 表达的 你们一定会听得懂的 然后任何一个人一定会勇得上 除非是自己不甘心去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特别有意义 一方面可以解决我们的脚虑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提升我们的创作力 特别有意义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 介绍这么有几个不同的 比较常用的这个禅秀 常用的禅秀 那么有这么几个 那后面的第四和第五呢 平时用的也不是很多 前三个全世界的人都在用 尤其是西方是非常非常非常流行的 那么第一个就叫做 输习禅 输习禅是什么呢 输呼吸 我们的呼吸的时候呢 一呼一席 这两个就是作为一个输子 然后呢 从一就输到七 或者是输到十都可以了 十以后就不能再输了 输太多了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心有就会分散 注意力不能就集中了 所以呢 要不就输到七 要不就输到这个十 然后再回来 又从一开始这样子输 那这个时候输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全部的注意力啊 全身关注地去专注这个输子 一到七的这个输子 一到十的输子 其他心里不要有任何的其他的念头 那么输呼吸它也是一种念头 也是一种杂念 但是呢 现在就只有一个杂念 没有其他的太多杂念 那这也是已经非常好的 所以这样子这个输息的一个方法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简单 然后呢 效果效率也是非常的高 这是一个方法 然后另外一个 继止禅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 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焦虑的时候 有些时候呢 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是你没有发生任何的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就是特别的伤肝 特别伤心 有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跟我们的淫湿也有关系 欢景也有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 年龄也有关系 天气也有关系 有很多很多方面都有关系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不要去许酒 然后呢 不要去吃报食报饮 比如说我们有焦虑的 还有就是这个 抑郁的人呢 就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呢 就是保食报饮 尤其是吃天的 天的东西 天的东西吃了以后呢 对于人的这个焦虑 还是有一点点帮助的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保食报应的以后呢 又会装胖啊 那到时候又更加的焦虑了 又要去减肥 所以这个焦虑 还有一个天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呢 那就更加的肥胖 还有躺尿病呢 各方面都不利 所以呢 这也不行 另外一个叫什么呢 就有一个叫做 以余性的狗屋 狗屋 然后呢 就去逛街 卖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呢 这些东西其实是 根本就不需要的 这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须品 但是呢 就是它 它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啊 它需要的就是这种 卖东西的时候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然后卖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然后呢 就回家 这么多东西 大包小包 拎到回家一看 这么多 花了那么多的钱 然后这些有 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然后呢 又开始有更加的焦虑 第二次的焦虑 所以这些都不是一个 一遇焦虑 一遇的这个 报时报应啊 这些都没有用的 很多人就不知道 怎么去解决 所以呢 就是平时啊 全世界哪里都是这样子 很多人都是通过 这样的方法 来解决 但是这个 有很多非常非常不好的 这个后果 尤其是有些后果 都是特别的严重 虚酒啊 吸毒啊 就更加严重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时候就是要知道去 打坐 禅修 脊子或者舒呼吸 都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这个后面呢 不会有第二次的这个伤害 然后解决了以后呢 就很长时间 都可以保持这个状态 特别好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慈悲禅 修慈悲性 那这个更有意义 这个慈悲禅是更加的有意义 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那么这些呢 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讲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了解 学习 然后呢 后面就是 我禅 空心的禅 那么这两个呢 稍微这个 这个境界稍微要高一点点 层次要高一些 那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方法 去打坐 那当然是非常好 但是呢 这个我们出学者 或者是刚刚入门的人 就有一点点用不上 那前面的这三个呢 我们只要这个方法学好了以后呢 随时 随时都可以用 随时都可以打坐 然后呢 时间刚才讲了 就是十分钟 然后呢 十分钟作为一个起点 那这样子的话 一定会有帮助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我们心里的问题呢 都是通过 通过我们的打坐啊 就是内心的这种调整的方法去解决 这是最科学 最有效 这样子 最没有这个后遗症 这样子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就是刚才讲的这些保湿保育呢 还有就是吃药啊 那这个真的不行 然后呢 就是失眠的人 或者是睡眠质量特别差的人 也就是 就是晚上 睡眠之前 就是大概就十分钟 二十分钟这样子的时间当中 就修这个禅丁 修了以后呢 刚刚禅丁修完了以后呢 人的心一定是比较平静的这个状态 然后呢 平静的状态 当那个平静 达到了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心情是比较好的 那那个时候呢 又不要去这个刷屏啊 发信息啊 打电话啊 直接入睡 这样子的话呢 睡眠的这个质量 也一定会提高 然后呢 这个改变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质量 一定是有效 大家可以试 特别有意义 然后呢 各方面都是非常的有用 这个是全世界工人的 我们就不需要再怀疑它的效率 这已经是全世界工人的 这都是非常有意义 希望大家能够用得上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用的话呢 那还是要对这个方法呢 要进一步地学 其中一个方法 这个技职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简单说就是刚才那个方法 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其他的方法 也不需要太多的方法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简单的禅修的方法 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现状 这个床一尾主体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这个就到此就结束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大概就是有半个小时啊 二十分钟啊 去看情况 大家有什么疑问 我们可以做个交流 好 谢谢大家 谭布您好 就是刚才您说的 如果我们想学习这些方法的话 就是我们在哪里可以学习 有没有专门的APP 或者是公众号什么的 这个我们可以有书啊 还有就是 网上有很多这样子的信息 书啊 视频啊都有的 到时候自己 或者你们可以推荐一下 很多南传佛教的 藏传佛教的 汉传佛教 非常的多 但是呢 网上虽然是资料很多 但是呢 有些呢 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点 有些可能也不一定是很准确 有一些师兄分享说 他在禅定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 想工作上的内容 他会比较清晰 他思维非常清晰 他会说 我突然发现霍兰开扰了 很多事情我突然想明白了 没有困扰了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这样的方法对不对 哦 好的 好的 这样子啊 可以这样子讲 比如说你就是 在工作上 或者是你在其他方面 你要做一个选择 然后呢 平时你就拿不出好的主意 那么就是为了这个选择 你去打个坐 就是让我们心静下来 那在这个当中去想这个事情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 不是 乔布斯他不是也说 他就是要做一些 中大决策的时候 不就是打坐吗 他就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不是为了打坐 而是为了做一些决策 但是呢 平时就是比较混乱 思维比较混乱 拿不出好的主意 所以呢 我就打坐 在这个大坐的状态当中 我去做个选择 做个决策 这看起来呢 就是听起来 就是就很多人觉得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实际上 这个很真实的 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 就行不就静下来了吗 那静下来的时候呢 你没有那么多的干扰 没有那么多的干扰 所以在这个当中 做个决定啊 选择啊 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 这可以的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 好的 首先感谢 慈程罗珠堪夫 今天此外开示 嗯 我知道就是我们可能 我个人可能还处于 修行的比较 初期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很想知道 因为我也能感觉到 就是理论上来说 我们是在一个 虚拟的世界里 就像您刚刚开始的 这样子来说 很多可能都是 程序安排好的 一步一步 我们只是在中间 扮演一个角色 那我特别想知道 真正的醒觉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如果我们 从梦里醒来的话 我会意识到 这些都是梦幻泡影 但是我会是一个 什么状态 就是这个目标 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这样子 有一个特别好的比喻 也不是比喻 比如说 当我们做梦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 自己在做梦的时候 那么这个梦里面的一切 都是跟我们的现实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些 各种各样的感觉 这些都是 跟我们现实是一样的 但是我刚才讲的 那种梦的修法 梦的修法 在藏传佛教的秘法里面 这个就叫做梦瑜伽 瑜伽 就是我们修瑜伽的瑜伽 就这意思 瑜伽就是在梵文里面 就叫做尤嘎 尤嘎实际上就是修心 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平时的这种 扬身 尖神的修心 这个瑜伽 他当初也是跟修心 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叫做瑜伽 所以梦瑜伽也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有一个修法 那么通过这个修法 他第一个 他要达到的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他就知道自己在做梦了 他正在做梦的时候 他通过这个修法 通过这个方法 自己就立即就知道 我现在就在此时此刻 我在做梦 他知道了 那么知道和没有知道 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呢 如果是我们不知道 自己在做梦的话 那么这个梦虽然是一个虚拟的 不存在的 但是对我们做梦的人来讲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真实的世界 一模一样 所有的这些西路碑 全部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 是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这个时候 知道自己在做梦的话 梦他依然他就会继续的 继续会做梦的 但是他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 梦虽然不会小事 但是梦中的所有的这些空局 还有这些欲望 烦恼 全部当下就会消失的 但是梦一直都会做的 那么你刚才说的 我们比如说一个人 就从我们的现实当中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 我们现实是虚拟世界 那什么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回答清楚了吗 我在试着感知和理解 因为还没有梦醒 所以而且很多东西 可能它也是超越语言和文字 但是真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感觉 好的 坎布你好 你好 是这样我想麻烦问一下 就是说我现在做的主要业务 是视频的后期制作这一块 那现在就是要有个问题 想请坎布指点一下 那目前来说的话 其实主动开发客户会比较艰难 所以说想问一下 怎样让现在这个大环境下 让这个客户能够主动来找到我们 这样子 这个呢就是说是 还有一个就是 我想就是想问一下 就佛法里的那个怀业啊 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这个状态 那如果说是适合的话 要怎样去修这样的一个东西 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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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知道知道 是是是 是的 就是一种修法 这个从理论上讲 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你要做这个事情呢 就是修怀业 要花很多的时间 要花很多的精力 所以呢 这个呢 还不如你把做一些好的作品 这样以后呢 人家主动会来找你的 这个我觉得比较直接 比较直接一些 对 对对 刊布您好 你好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刚才接着您的解答 继续问的 就比方说一个证物者 或者是我们在书上看到的那些成就者 他们在做我们这些具体的世间的事情 比方说辅导小孩做数学题 或者是设计一个作品啊 就特别具体的这种生活的事情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使用自己的大脑 还是已经因为我证物的境界 让我能充分地放松 因为我们完全只能想象啊 所以想从您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 在那种境界 境界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无限的创造力 无论是做多小的事情的世间的事情 还是要面对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的时候 他都能办得很好 好的 我先回答这个啊 比如说一个真正的成就者 或者是政务的人 那么他心里没有太多的分别年 或者扎年 但是呢 他完全可以做这个 比如说帮小孩 做作业也好 做什么其他的具体的事情啊 他一定是做得非常非常地好的 他这个时候是不需要 这些年头 他是完全是可以做得到 比如说像飞机飞到最高的时候呢 他会自动地飞 那个时候你不需要驾驶 他自动地飞 但你不驾驶 他也飞得非常非常地好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但是这个是已经达到了 很高的境界的人来说是这样子 那比如说一般的 比如说中等的这个成就者 这样子的话呢 他虽然是已经证悟了 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 但是呢 他会到这个现实当中啊 就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那么他的这个思考的方式呢 还是跟我们的思考方式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是把这个当作是 真实存在的东西 他是不会把这个当作真实存在 是如环如梦的 但是呢 如环如梦 他也做得很好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像元宇宙的空间当中啊 他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 大家都知道 这是虚拟的 网络虚拟的世界 但是 这个网络虚拟的世界当中 他依然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跟这个是差不多的 好的 感恩刊布 再占您一点时间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 听您讲过 关于阿赖耶什的这个概念啊 那我们在做 您刚才讲的 技职的修法的这个过程中 那我通过新的安静 那我这个 已经储存了很多种能量 里面有正能量 也有负能量的那些东西 在你安静的状态下 它都可能冒出来 那我怎么能让自己 能够持续地开发它适合 促进我这个创意的 这种正能量 而没有把一些阴暗的 反而会增加烦恼的 一些那些负面的东西 调出来呢 对对对 是特别好 这个跟大数据 给我们推出的这些东西 是一样的道理啊 比如说你就是去 去看一个某一个 比如说艺术呀 或者是宗教这样子的 这个短视频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后面呢 你就是它不断地给你推出 这样子的 类似于这种食品 大数据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的阿赖叶史上面 也是这样 你刚才讲到的 比如说山的 不山的 有特别多的种子都在 但如果你是做一些山的 比如说做一些山事 这样子的话呢 那不断地就是 因为这个山的作用 它在你的阿赖叶史里面的 这些山的这个种子 全部调动 调动出来 然后呢 山的种子就先成熟 然后这个 恶的这个种子呢 它就 就往后面 就推后面 然后呢 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 有可能你在这个当中啊 比如说做一些 比较大的这个山 这样子的话呢 通过这个山 就也有可能 就是把这个恶的种子 就给它摧毁了 以后的话呢 它有就永远都不成熟 这个可能都是有的 好 感恩 康普 谢谢 谢谢 特别好 康普 您好 你好 首先很荣幸 您今天能够在这儿 听到您的开示 那其实今天您谈到了很多 关于科技的发展 像刚刚AI啊 ChatGPT啊 对于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 或者说 对于创意的一些影响 那其实 很大程度上 我们以前看到的科幻片 就已经被 变成了现实 但是科幻片里面 其实我们也会看到 可能再往后走 科技会不会对人类 有一些反噬 那最近我也有这样的迷思 所以也想听听看 从您的角度 是怎么样来看这个点的 谢谢 这个 就很早以前 都有一些采访 然后这些非常专业的 这些科学家 他们的答案也是有的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 这个就像挖掘机 就挖掘机可以挖洞 可以挖图 然后可以修炉 但是同时 它也有可能砸到人的头 这个如果不小心的话 那这个挖掘的修炉的过程当中 它也有可能就伤人 这你得看怎么去用 这个挖掘机 就这样子 所以如果科技永不好 那它肯定是有危险的 非常非常危险的 尤其是像CATCPT 这样子的东西 它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判断力 就让它去回答 然后你以为它回答是正确 这样子的话 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来说 就因为它不一定是有自己的判断力 所以它关注的这些东西 就确实是 有些是确实很危险的 现在我们看来 有些确实是比较不对的 不正确的 但是它可能也就不断地 要自己学习 不断地提稿 这个是有可能 但是目前就是这样子 我想以后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它有好的 它也有不好的一面 好的 谢谢 康夫老师好 你好 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跟那个 就是你说那个脑机接口有关的 你说脑机接口 会把人的名字 想的东西 都放在那个屏幕上 让大家去沟通 但是我们看金刚经的时候 会说是明世界即非世界 就任何东西 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那我就想 我们其实修行 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提高维度 可能有一天能够达到 就是不用语言 我们也可以沟通 就是他心通的状态 所以我就想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修行 是不是一个反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的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首先这两个呢 其实我们的修行是不矛盾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佛教 它讲世俗地跟生意地 两个不同的层面 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层面 发生的事情 因为它层面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所以它们两个不在一个层次上 所以不会发生冲突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做梦的时候 比如说你梦到你发财了 但你回到现实当中 你没有发财 那这两个是矛盾 这矛盾 一个是发财 一个是没有发财 这两个是矛盾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因为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空间 或者两个不同的层次 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所以这些对金刚经讲的这些 他讲的都是从生意地的 比较高纬度的层面讲 所以这个是不会有矛盾的 所以这两个叫做闲恐 不单是没有矛盾 而且这两个叫做闲恐无别 这两个是无耳无别的 完全是可以结合的 所以这个不矛盾 那我知道第二个问题 跟这个也有关系 就是元宇宙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它也是 把我们人类降回了 其实我们本来 已经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 然后又让我们 再去玩一个虚拟的世界 那我们如何能够 从这个元宇宙中 借助它来帮助我们修行 再提升我们的维度 让我们回到虚空中去呢 对 这个有帮助 我想这个元宇宙 对我们的佛教的有些观点上 确实是有一些帮助 这个帮助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呢 因为虚拟世界 平时佛教一直都 你刚才讲到的金刚经 这些里面 一直都在讲虚拟世界 他就说这个世界就是虚拟 但是以前的话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不太了解 或者是不太人通 那么现在这个虚拟世界 越来越多了以后 就慢慢地 至少我们就在这个人质上 这个东西就慢慢地就接受了 那接受了以后 它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修心的基础 但母亲还不是一个修心 但是就是一个修心的基础 这个对佛教的一些观念 的人科或者接受 是有一定的帮助 我想那个元宇宙的虚拟世界 它就现在母亲 就是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佛教将的如幻如梦 跟我们的梦 两个的中间的地带 它就现在母亲 就在处于中间的阶段 它也不像梦 然后它也比梦还要真实一点点 然后它也没有达到佛教将的如幻如梦 这个高度 但它确实就是一个虚拟的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就是停留在这个中间 所以就是像学 佛教的般若般若弥多 这样子的人 对他们确实这个是很有启发性的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当我们修禅的时候 我们禅定的时候 进入了那个状态 然后获取一些灵感 获取一些创意 是不是类似于我们回到了我们的虚空中的那个状态 去寻找我们生命中阿赖耶石里面的那个阿卡西记录 对 是的 是的 就回归了它的原始的状态 谢谢 嗯 谢谢 特别好 谢谢刊布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现在吧 就是因为这几年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 就是经常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意义 从工作到生活到交的朋友 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其实觉得没意义 一方面有时候觉得挺好的 就觉得好像就像海边的沙子吹掉了 或者是今天修了一个楼房 有一天它就塌掉 但是如果就是再深一层的时候 又会带来痛苦 所以想问一下刊布 这种感受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谢谢 对 这个感受特别好 因为我们就是一清三年这个当中呢 就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当中呢 我们很多人也就决心了 也决心了 然后呢 从正面来讲呢 也决心了 决物了 也就看清楚了很多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 平时我们觉得就很有意义的人啊 乌啊等等 最后确实也就到关键的时候呢 不太经得起考验 也有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也是一种好事 因为呢 你在这个当中呢 就发现了一些 平时不太容易发现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你发现了以后呢 你就下一步这个怎么做 这个就比较明显了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你把它好好地用的 利用起来的话呢 这确实是一个好事 这样子以后呢 你就可以进一步地去做一些 更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这两年 这个三年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深入地去思考 比如说像生死的问题啊 等等 平时就是这些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就是大家都觉得 这个离我们还是比较远 那现在就是因为这三年 这个 就大家都觉得 其实这些都是离我们不是很远了 那随时都有可能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更加地懂得珍惜 这个当下 珍惜当下 我们这么多人走了 但是呢我们还在找 这个就是乃之不宜 这个很珍规 然后呢 那这个怎么样去珍惜 下一步 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思考 法战 这些方面都是有用的 我觉得它有两面 那就生存下来的人来说 对生存下来的人来说 心存下来的人来说 还是有很多 这里面还是有很多 真面的东西 谢谢刊伯 你好刊伯 那个 其实我有一百个问题 但我现在有点笑不起来了 就是那个 我是想问就是因为 我觉得人类的 就是这个意识和身体的形态 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就是我是觉得太有局限性了 我是想把自己的这个局限性放大 就是想说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我的这个意识能扩大 你想把这个局限性扩大 还是你想把这个局限性突破 局限性突破 突破 对对对对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 我们可能有一个新的知识 禅弱 那我有时候会在我的身体 或者意识当中 会就是下意识地会排斥它 但是我现在就是是想说 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 一个新的知识 或者一个新的东西进来的时候 我可以试着想办法来接纳它 这样子 当然有了 比如说 比如说 你比如说 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人质 虽然我们就知道很多很多 然后呢 大家学历也应该是很高 然后知道的也很多 比如说 就是我们笑到圆子 大到宇宙 这个知识储备是非常非常非常多 但是有些问题上面呢 你刚才提到的 却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局限性 知道的特别局限性 比如说 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还有就是我们对内心世界的这个了解 这些东西呢 特别的不了解 那这个有没有突破的方法 肯定是有的 突破的方法是非常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那么其中 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禅丁 它也是一种突破的方法 你就是进入了这个禅丁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平时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的 或者是平时根本就不知道的 这些这个你可以去感受到一些这样子的 自己的内心的深处的一些东西 这也是一种突破 然后呢 还要再往上的话呢 那就是整个这个世界 就像这个元宇宙或者是虚拟世界 讲的那样子 整个世界上确实是 这不仅仅是网络技术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 才是虚拟 实际上这个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包括自己也是虚拟 那么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我一个虚拟的人生存的话呢 那么最后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肯定是打破了所有的焦虑 打破了所有的这些恐慌 你世界是虚拟的 你人也是虚拟 那你有什么恐慌的呢 那有什么焦虑的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真的是从这个焦虑和这个恐惧当中 把自己解放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很伟大的这个突破 这个是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好 宜说 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意识可以带动我们的这个肌肉 就是可以用意识来锻炼 就是整个身体的反应 那我想说就是禅定的话 是不是就是平时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意识来禅定 就是我的身体可能没有在禅定 是是是是 我们修禅定 主要是谁去修呢 实际上就不是我们的身体去修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意识去修 意识去修 我们的意识去修禅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是 一是他自己去修 然后他自己就 就是进入了他自己的最深的这个层面 然后从这个层面去看到了他自己 然后从此以后 他对自己有一个重新的 全新的这个认识 那这个在佛教里面就叫做开悟 开悟 觉悟 但之前我有看过一个视频 就是有人是也在用意识在练钢琴 就是他没有在实体的练钢琴 对 就是我有自己试着尝试 我想说是不是我自己脑内的那个画像没有达到 所以才练不成功这样子 练不成功啊 对 就是有些人是在用意识来 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这个西方做了很多的研究 这个18年的时候啊 就在这个哈佛医学园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一个非常 全世界非常有影响的一个 那个脑神经科学家 他在这个方面有很有研究 我们有交流过 是18年的时候 然后呢 他说他们现在已经这个 这个方法已经用到了这个T语当中 T语啊 T语运动 那T语运动是怎么做呢 它首先是不是人去锻炼啊 先是从大做意识 意识就是从意识的角度去训练一些动作 然后呢 这个上面呢 收习了以后呢 然后人才去这个 做真实去做这个动作 非常的有效 所以这个是现在他们开始在做了 一定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比如说 弹钢琴啊 那你就是心里面去想弹钢琴 但是你这个手指头是根本就没有去动 那这样子以后呢 你对这个钢琴的这个 这个弹钢琴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这个呢 西方做了特别多的 多的这个实验 是什么呢 比如说两群两组人 一组人呢 他们是真实地去弹钢琴 另外一组人呢 就是心里想 就根本就手指头啊 根本没有动 然后就心里面去想 然后一个星期以后呢 然后就去看 看他们的大脑的这个变化 然后这个真实去懂手指去弹钢琴的 这一群人的大脑是有变化的 大脑的结构是有变化 因为人的大脑有一个区域 就是控制我们人的手指啊 那那个地方是有变化 那么另外一个就根本手指头 根本就没有去碰钢琴的 这种人呢 一模一样 他们的大脑也发生了这个变化了 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心里面这样的去想 这个是完全是有帮助的 做了很多实验了 这个已经有很多的 这个科学的依据 谢谢 坎布你好 你好 我是借着刚刚一个师兄的话题 用我女儿的一个问题来问一下 是不是 就是在疫情期间呢 他们的学习其实受到了很多的影响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觉醒了一下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那既然大家都是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毫无意义 那他怎么才能提前结束呢 就是他经常在问 他说我是不是可以提前结束这个梦幻 因为他们打游戏也好 玩动漫也好 经常会觉得这个虚拟世界很美好 但是现实生活可能不那么美好 那就是他的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网络设计的这个虚拟世界呢 它虽然是虚拟世界 但是呢就是我们人呢 就不可能就完全进入到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去生活啊 工作这个是目前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佛教讲的这个虚拟世界 你自己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方法去觉悟的话呢 那就不仅仅是一个网络世界啊 你整个世界就真的是就变成了这个虚拟世界 跟他们平时就是在网络世界里面玩的 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啊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人就特别没有意义呢 不仅仅是不是不是没有意义 更加的有意义 佛经里面有一句话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这个时候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 因为你知道一切都是如患如猛了 这样以后呢 你对任何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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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食物 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件任何一个东西的这个这个这个恐惧 完全就是这个消除了 那消除了以后呢 你比如说你的你的生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比如说你在这个就某一个特别好玩的公园里面去玩 然后呢你又到下一个公园里面去玩 就是这种生死都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呢他就发现他可以自己已经从这个当中觉悟了 然后他发现自己有能力 让无数的人就是从这个当中觉悟 他有这个还心的这个能力 然后他有特别的成就感 非常的开心 从此以后呢 他的人生就是就遭到了真正的这个有意义了 所以呢 那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是做到了这个 这个整个是把我们的现实的世界 跟这个虚拟世界要搭成一体的话 那就是那这个时候 我们才真正就是从这个烦恼当中解放了 然后才是人的 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了解放了 这个时候呢 人生才是真正的有意义了 嗯 看不您好 嗯 您好 非常感恩您今天给我们来的分享 那么前面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您的一条微博上写到 就是ChashGPT跟我们人类可能最大的一个差异 就是我们人类是有新的 那么就是说我个人理解 就是我们有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说我们人是有感情 是有爱的 而这个机器的话 它呢是更偏重于一种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冷血的这样一种性质 但是同时呢 您看我们现在所处于的这样的一种 教育的环境也好 其实更多的都是一种选拔式的 就是我们要竞争 我们要去卷 就是您说的 我们要证明自己比别人过得好 比别人能力更强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想很多我们的人都是处于一种冷漠 然后处于一种自私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看到您今天的讲义上 也提到这个慈悲禅的这一块内容 其实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重要的 需要去学习的一方面 那么在这个学习慈悲禅的这个过程中 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方面我们说 这个要真诚地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 要努力地去把这种真诚的慈悲的力量能够发出来 但同时在真正去学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发现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就很多时候都是处于一种很虚伪 或者是很虚假的这种状态 那有的是说这个虚假的状态 慢慢慢慢地坚持就会变成真的 但守的时候又会发现 这始终好像是一种很难达到的状态 请问看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来休息这个慈悲禅呢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对的 这个慈悲禅从我们母前的这个状态来说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有这个慈悲禅的话 可能是我们很多的家庭 原生家庭的问题 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定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如果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修的时候呢 就是以为自己一定会很好 这样子的话 心态的话呢 那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事情 我们刚才也说了 讲到了这个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开始的时候呢 你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比较虚伪啊 这样那样的事情就比较多 这个很真诚的 没有一个人呢 就是一大作一开始的时候 就做得特别特别好 就不会有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开始的时候 虽然是有一定的难度 书华也不就是说万事开头难吗 但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呢 你一定会能做得到的 这个虚伪的慢慢慢慢就变成了真实的 然后很困难的呢 就慢慢就不困难了 这个完全能做得到 但是呢 这能不能做 这个就要看我们的意志力 这是要看我们的坚持 如果能坚持 完全是没问题的 这位朋友刚才的问题中 有一层意思是 他的问题中有一层意思是 您就是鼓励我们要慈悲 很多高僧大德鼓励我们要慈悲 慈悲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 都成功 但是在我们世俗里面 成功是建立在选拔和排序上的 那请问 对 竞争 那请问我们怎么样 在这一种机制下 修慈悲去 祝愿所有的人都幸福和成功 谢谢看部 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企业啊 或者是同事啊 这个之间的一些 震荡的这个竞争 其实跟慈悲是不会有冲突的 不会有冲突 但比如说是恶意的 不争当的竞争 这个跟慈悲心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但是呢 如果有了这个慈悲心的话呢 你能不能还要竞争呢 当然是可以竞争的 然后呢 你比如说有了慈悲心以后呢 是不是所有都要让给别人呢 也不是 所以呢 这些方面呢 如果是自己这个尺度把握得好的话呢 也不会有什么矛盾 也应该是做得比较好 好的 谢谢看部 嗯 谢谢 谢谢 我们开了智慧就会把握尺度了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是不是人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走向堕落的过程 就是如果我们观察婴儿 我们非常确定 他们是来自一个更崇高的精神世界 但是随着我们从婴儿到儿童 然后我们逐渐逐渐的 是不是我们的整个意识其实是在堕落 不然我们为什么会要去修心呢 在红尘中修心 修我们的起心动念 是因为我们发觉我们不对了 嗯 那我就很想了解这个整个过程 人 尤其是我们如果是睡梦当中的话 我们物质体在休息的时候 反而我们可能我们的意识就又得到了一种 回到精神世界的那个部分 嗯 所以其实我就很 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球 嗯 其实我就很困惑 嗯 人比如说出生到这个死亡 这个整个的生命的过程 它是不是一个堕落的过程呢 呃 真的要看人 他这个医生当中做什么 呃 他其实实际上就 也许是是一个堕落的过程 也许不是一个堕落的过程 哎 那比如说呢 你在这一生当中啊 就是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 哎 然后呢 就是沉迷于眼前的一点点的这个快乐 然后呢 就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啊 然后就是为了自己的离仪 尤其做很多很多 就是迫害别人的这个离仪啊 等等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可以说 他这一生 至少这一生呢 就是一个堕落的过程 啊 但是下意识是不是又是这样子呢 短期之内 就是因为他这一次的这个 说走说为的影响 就会传递给这个下意识 他可能短期之内呢 可能是一个连续堕落的过程 但他也不是永远都是堕落的过程 他也有一个回头的机会 所以呢 他有可能 有可能他某一天 他就会有回头 哎 那么整个的这个轮回呢 就像一个洪流一样 就是就是所有人都是往一个方向走 哎 但是呢 有一个两个人 就更多的人 就觉悟 觉悟的人呢 他就不跟这个往前走了 哎 他就往回走 那么 这种 这种人生的话 那他是不是一个堕落的过程 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堕落的过程 哎 所以 这是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提神的 应该说是一个提神的过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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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